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在分开的时候才会知道 曾拥有爱已经感到很幸福 想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想你 天变得曾变得像你 有你 酸甜苦辣也熬过去 虽然很开心还在一起 我可真要打人了 你捣什么乱呢 我没捣乱 我是来报信的 报什么信 快说 快乐出事了 出什么事了 刚才过马路的时候 快乐在哪呢 现在医院 你怎么回事吧 你怎么了 怎么了 伤着没有 这是什么呀 快快 走走走走 上医院 走走走 你别担心 医生说没事 就是有点扭伤 休息一下就好了 明天再检查一下 换两次药就没事了 小问题 没关系 妈 你 你怎么了 快乐 你过来 让我看看 哪受伤了 我没受伤啊 那他怎么说你在马路上 我只说他出事了 又没说他受伤啊 怎么回事啊 是张小梁被撞了 不是我 你怎么能说他出事了呢 你这不是害我 妈 妈 其实这事跟我也有关系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过马路的时候 阔乐和他在闹着玩 结果张小梁被撤撞了 交警说司机没责任呀 所以张小梁的爸爸妈妈 让快乐赔医药费 刚才他们不放快乐走 叫我来通知你的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 我给他理认理理去 你别着急 还慢慢说嘛 这事不能买 交警是不是还在那边 在啊 交警一旦认定是快乐的责任 不赔也得赔了 不行 你赶紧去 你那样怎么去 我去到了啊 行了 你那样笨嘴笨舌的 有理 也让你说成没理了 开心 找个轮椅来 好好好 我帮你 妈 你脚疼吗 阿姨没事 我先走了啊 再见 再见 快乐 扶我去 走 妈 你这样行吗 您看这怎么话说的 刘姨来了 刘姨 您这是干什么呀 不是说您摔伤了 您还上哪儿去啊 快乐惹祸了 跟同学在马路上追着玩 同学被撞了 非说是快乐的责任 要我们赔钱呢 哪有这种道理啊 不过啊 我看您现在哪儿也别去 这事啊 交给我来摆平 咱们交警队可有人呢 真的啊 那可是太好了 您放心 这事啊 我绝对不会让您出一分钱 那你可费心了啊 没事 快乐 咱们走 妈 我走了啊 谢谢啊 好好借着 谢谢 你什么时候在那个交警队 又有熟人了 我在交警队就是没熟人 我也能搞定 别花钱 别花钱 你妈怎么样了 我妈没事 在病房呢 那就好 那就好 谢谢 关心啊 来来来来 你也来看刘怡啊 对啊 我们还有点事儿 我们先走了啊 好嘞 好嘞 那您需一单紧再见啊 好嘞 好嘞 再见再见啊 真是 你也会来探望刘怡啊 那真是难得 没买东西吧 谁说的 我带来了温暖的关怀 还有身后的这个同志情谊 这还不够 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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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机会 这 够了 刘怡啊 刘怡啊 怎么样 伤得不动吧 我听咱俩说 你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就是啊 你就好好的休养两天吧 家里事儿你就别操心了 孩子们都大了 再说还有我们这些邻居呢 就是 就是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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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阿姨 我就是想说 以后您家的菜我全包了 我帮您买 对啊 对不起 这真不好意思 你这这么点小事儿 把你们都给惊动起来了 太是 你还客气什么呀 俗话说得好 远亲不如近邻 真是 真是的 这远亲哪 真是不如近邻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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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想要 爹 爹 我 天啊 马里 我 抓紧 我 爹 海 不知道 可能是监房邻居吧 我这回才知道 这监房邻居对我是真好啊 谢谢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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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看看 我来来了 快走 有什么事吗 有个姨呢 这一个 刘姨 别动别动 坐着坐着 女人来啦 说话说的好啊 香筋动我一百天 你回到家以后啊 一定要好好坐着啊 先别乱动啊 你们先坐啊 好嘞 好嘞 刘阿姨 你看 我把这一天菜都给您买好了 让您不用出门就可以安排好一切了 谢谢您啊 我去给您洗干净 然后放冰箱里啊 好 太好了 刘姨 你看 我给您带了点生活日用品 你看 牙膏啊 茶叶 还有这个油盐酱素 还有手指什么的 你这样就不用出门了 到时候你看缺什么 再给我打电话 我这给您送过来 感谢 太感谢了 想得太重道了 没关系 这都是应该的 刘姨 出药了 出药了 哎呀 您该在里面再多养两天 行了 行了 我特意来看看您 谢谢啊 我给您带来点礼物 你看 最好的 西湖龙井 别舍得花钱呐 这 还是真要西湖龙井啊 别送的吧 单位发的 单位 您以前不是做小生意的吗 怎么又有单位了 哎 那什么 我们老伴他们单位发的 哎 你老伴 你老伴不是二十几年前 你去世了吗 难道这茶叶已经 谁说二十多年 才十七年零七个月 哎 我跟你说啊 这可是好茶叶 放多少年 它都不带坏的 哎 今儿啊 我还特意把它拿出来 在外面吹了吹 晒了晒 不信你闻 一点发霉的味儿都没有 哎 这种龙井 我可不喝 想喝 我也得给你 哎 不喝呢 拿着拿着拿着 哎 您的这份心意 我可就收下了 哎呦 我这交摔得可真值啊 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道理 远亲哪 真是不如近邻哪 真真 妈 我回来了 呦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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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多不好意思啊 那你 你对我们家也太好了 咱们都是街法 帮点小忙嘛 哎呦 我是说呀 这件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怎么让你出那么多钱呢 哎呦 刘姨 您看 你们家人都是挺好的 那我平时想帮点忙 可又帮不上 那这不 再说了 我这人吧 他没别的 这就是有点钱嘛 哎呦 那我们可真是不好意思了 哎 没事没事 哎呦 哎呦 坐 坐啊 你 快乐啊 是谁呀 没人哪 妈 不过有一盒特效爹打药 放在咱门口 呦 谁放的 嗯 不知道 别打药 嗯 我正好可以用啊 哈哈哈 喂 女孩 喂 喂 哎 说话呀 开心 是你对不对 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竟然把电话打过来了 你为什么不说话呢 你说吧 你说什么我都会听着的 嗯 你今天看我妈吗 是 那我们家门口的爹打药 也是你放的 是 你为什么不露面 你不是说 暂时不想跟我见面吗 你需要冷静一下 所以我就尊重你的意见 暂时就没有露面 等你想见我的时候 我们再见面 那你 想不想见我 我每时每刻都在想 你现在可以跟我见面吗 就今天吧 好 那在哪儿啊 我提醒来 把这道理 你才说 他们在那里 他还没有 想想想想想想想 想想想 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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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就是你给刘姨那孩子交医疗费的事 你傻了你啊 花钱给人家交医疗费 那孩子跟你什么关系 那孩子是跟我没什么关系 可他妈跟我有关系啊 他妈也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是想通过这件事情 和刘姨建立关系吗 建立关系用不着花那么多钱啊 这是交通事故医疗费 怎么说也得上签吧 错了 没那么多啊 前后估算一下 也就是三千块钱左右 三千多块 这得卖好几千斤苹果 也说不定赚不回来啊 爸 您别老拿苹果做计算单位啊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啊 你的孩子也太大了点 爸 您说您儿子我什么时候干过傻事 舍己为人的事情 我什么时候干过 那怎么了 你还 我不是买保险了吗 在保险期间啊 我出现任何意外 都有保险公司承担我的医药费 可这个受伤的也不是你啊 哎呦 我让那个孩子用我的名字去看病 保险公司怎么知道啊 再说了 这保险公司掏所有的钱 也就是说 我不用花一分钱 我就让刘宇仪买了我一个大人情 哦 还有 那个孩子在住院期间 保险公司还得赔给我误工费 因为我没有上班啊 我住院了 哈哈哈哈 哎呀 原来还有这样的事 哎 好小子 你啊 够聪明的 哈哈哈哈 哦爸 我说您的老脑机也该变一变了 嗯 当初我买保险您还不让买 您看 现在知道好处了吧 哈哈 对对对对对 来啦啦 喝点喝点 哈哈哈 哈哈哈哈 高大哥 你不在呢 什么事 你那天叫我的方法真奏笑 开心今天约我和他见面了 那就好 那就好 这种事啊 可不能急 可是 可是我不知道跟他约在什么地方见面好 高大哥 你好事做到底 你帮我说出主意好不好 我怎么清楚你们的事呢 这种事啊 你自己最清楚 你应该找一个地方 能够唤起他美好唯一的地方 这个我就不能再帮你了 能够唤起美好唯一的地方 我想起来了 高大哥谢谢你啊 那我就先走了 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活动一下 还疼吗 好多了 很正常 再过几天呢 就恢复了 妈 你倒还挺时髦的啊 玩上这个了 我哪有心思玩它呀 当时啊 我就是踩在这个小玻璃球上 在门口摔倒的 谁这么缺德呀 在门口摆小盒玻璃球 快乐 说实话 是不是你们同学干的 我同学拿舍得拿这个来害人呢 妈 这不是玻璃球 这是水晶球 一颗也得好多钱呢 我估计没人会拿这个来害人 妈 可能是谁送给姐的礼物 不小心被你踩到了 你胡说什么呀 谁那么奇怪呀 把这么贵重的礼物放在门口 万一被谁捡了怎么办 哦 可能是别人落到咱家门口的吧 哎 那可是那天 哦 我上好药了 我去洗手 开心 你的电话 您帮我接吧 喂 开心 是我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我们在上次一起看星星的地方见面好不好 我 我永远都会记得你看星星的时候那种开心的样子 我 我希望今天晚上你会像那天一样开心 啊 其实我上次放到你们家门口的那个水晶球 就是希望你看见它的时候 像看到星星一样开心 哎 开心 那这样吧 晚上八点我在那儿等 等你好吗 咱不见不散啊 哼 哼 不见不散 我让你见不着就散 妈 谁的电话 家门 哦 他说什么 哎 他说 今天没空了 不跟你出去了 哪天有空再给你打电话 哦 开心 你还恨家门有来往啊 这话我都说得不爱说了 这种男人 没有就固定工作 没有固定收入 没有固定住所 整个一个三无人员 这种人哪 没有责任心不可靠 他要再给你打电话 你就不接 喂 开心 你怎么还没出来啊 我是刘姨 不是开心 刘姨 开心告诉我呀 他今天晚上不会去的 他以后呢 也不想见到你了 为什么呀 他说 他跟你一块看星星 不如跟现勇一块 看夕阳好看 你就捨这份心吧 我不相信 你让他亲自跟我说话 他不想跟你说话 真是的 你怎么还能不信呢 他要是不告诉我 我怎么知道 看星星 看月亮 这样的傻话呀 他还跟我说 你以后就不要 再打电话来了 他不想听到你的声音 喂 喂 开心 今天你不加班 怎么不回家呀 我不想回家 那你也不能老在医院待着呀 是 我也不能老在医院待着 早点回家吧 我先走了 好 你不是不来的吗 你来了我很高兴 我不来 不是你说 我终于还是来了 我连准备了这么多烟花 我一直没放 我相信你一定会回来 来 我一直想要给你一个 比心里更深刻 更好的记忆 记住今夜的烟花 其他的事情 就让它像烟花一样 永远的消失了 这次啊你帮了我们家大忙了 你还用来看我 应该是我去看你才对呀 您这么说才是太客气了 您腿好点了吗 好多了 要不要再看看 我认识一个骨科医院的主任 不用了不用了 就这个我们已经非常感谢你了 快乐的事你帮了大忙了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有机会报答你呢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 您说报答那真是太严重了 其实呢咱们是互相帮忙 就叫我买房子的事 不是还得靠您帮忙吗 您看那个价格方面 价格 我这次受伤之后 我有了很大的改变 也许以前呢 我把钱看得太重了 其实有时候啊 钱并不是最主要的 对对 那您的意思是说 那价格方便好商量了 对于我来说 价格没有问题呀 但我得尊重大家的意见呢 那是那是 今天晚上八点 我把所有的邻居都叫来 你也来 我们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好 那今天晚上八点 我一定到 嗯 你会知道 曾拥有爱 已经感到很幸福 想你 感觉空气里有你 想你 天边的酸 变得像你 有你 酸甜苦辣也熬过去 但虽然很开心 还在一起